台東富岡海域過去盛產一種赤鹿魚 俗稱紅家夢和紅猴 但可能是漁民使用底氣旺捕撈 近年數量銳減 水市所研究繁殖技術 成功培育出漁苗 特地將一百尾的紅家夢漁苗 和其他漁苗 一共是兩千多尾 帶往台東富山的護漁區海域放流 在這漁苗的漁船 十二號早上十點多 開到台東富山護漁區海域 水市所研究團隊 陸續將一百尾七公分大小的 紅家夢漁苗 和其他兩千多尾漁苗 放流到海裡 小漁的活動力非常好 水市所表示 紅家夢也叫紅猴 它的學名是赤鹿 生活在三百公尺深的海裡 花動數量最多 但漁貨量從1990年的兩千多公噸 到現在只剩下63公噸左右 數量大減 可能是漁民使用底氣網過度捕撈 早期可以抓四個多葉 所以現在要抓到這個紅家夢 只能用網子去撈 我看一下去年的交易量 大概紅猴在本地的交量 大概不到一百噸 所以這個資源的衰退是非常明顯的 為了增加紅家夢的數量 水市所兩年前開始研究人工繁殖育苗 但取得深海種魚不容易 又要控制人工養殖生存環境 今年初終於突破關鍵技術 讓種魚順利殘卵孵化 水市所估計第一年孵化率只有百分之一 但第二年會提高到百分之十 可以增加魚苗的放流 逐渐恢復東部海域紅家夢的數量 台東富康漁港有紅家夢故鄉支撐 魚市行情一公斤上看兩千元 這次育苗成功是我國即日本 在2013年成功繁殖後 全世界第二個繁殖並放流的國家 水市所呼籲漁民不要再用底漆網捕魚 讓高經濟價值的魚類能永續利用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